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 国粉罗姓男子到KTV唱歌一落 iPhone 6S手机 因手机没装SIM卡 只利用WIFI通讯 黄姓女子时货送交中山路派出所 因手机上有某连锁店脸书 粉丝专业小帮手 副所长陈薇宇 灵机一栋 I家I护问店家 竟找到手机主人男子店罗老板 他感谢警方的用心 罗老板也自报是国粉 玩笑亏副所长 你坏了我大事 陈薇宇和远景都战二金刚 罗老板才解释 原来他弄丢了iPhone 6S就机 想刚好来换只iPhone X 没想到好心警官这么快找到施主 只好暂时打消买机念头 中山索金表示 四日清晨五点多 黄姓女子拿着一只iPhone 6S手机 到派出所报案 他在钱贵KTV包厢内捡到一只手机 值班警员检视手机有所密码 且无相关资讯 手机也没有讯号 只好依规受理后 将手机并入卷宗 放到代批公文堆中 副所长陈薇宇带批公文时 发现这件事得物案件 认为很多人依赖手机 不管通讯录 相片等回忆 不一定会放上云端备份 一定急需找回手机 他试着打开手机 检视其他资讯 发现萤幕下拉 有一个脸书粉丝专业小帮手 上面写着泡面联合国左营店 他是打却没人接 该打男子店 判长告左营分店人员 没想到男子店的罗姓老板 43岁 一听到就惊呼 那是我的手机 当天傍晚赶到中山所领会失误 罗老板也是机械公司的副总 他负责管理各店的粉丝专业 手机内有很多商务资料 及珍贵相片 敬佩警方切而不舍的精神 幸好找回手机 不然许多重要资料遗失 恐影响多家店的应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